台灣原住民樂團Kanata用嘹亮的歌聲 為即將登場的聖誕台灣為活動暖身 台北峽海城隍廟2018年啟動送暖道偏鄉計畫 將物資送到將近40所學校 過程中發現偏鄉一點也不偏 因此希望為偏鄉來證明 其實這個活動我們已經做很久了 比如說近五六年來 我們幾乎都是把一些廟裡的 應該拜拜過的 或者是我們有活動的那些糖果餅乾 就送到偏遠的鄉 哪知道都是一些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 那我們就知道說 很多人都需要我們廟裡的東西 遠鄉它不遠它就在你身旁 那偏有一點點好像對於人的一種偏濕的感覺 我們真正的講這個是我們這一次 12月24號25號活動裡面最大的一個想要做好的 就是偏鄉不再叫偏鄉我們就叫遠鄉 除了為偏鄉證明 蝦海城隍廟秉持城隍老爺 重視善惡平權的精神 近年來支持公平貿易 同婚平權並且跟上永續環境議題 與使用環保素材知名的時裝品牌 軍Garden 以及打造全台唯一寶特瓶回收車的 FNG世代設計合作共同推廣環境教育與永續美學 我們所講偏鄉或遠鄉都真的很漂亮 所以像小琉球每一年的遊客現在會超過100萬 但是這100萬的話我們產生了超過300萬個寶特瓶 所以這個寶特瓶怎麼辦 所以它都是用太空包一個一個進來 那我們的話是希望說透過好歸宿這個計畫 我們可以開著車到每一個地方 不管是它是很近很遠 它其實每一件事情我們都可以離我們很近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寶特瓶用什麼一個方式 可以去做回收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寶特瓶的話 都是要用經過好幾道的流程 但是每一個流程它都是一個碳排 那我們現在講台灣的寶特瓶回收率的話 到95% 但是沒有再講回收使用率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把回收使用率提高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車的移動 可以到每一個角落 因為我在過去其實都是以 就是永續時尚的概念 在做我自己的品牌 那也因為響應了2050年的 淨零排放的這個議題 那所以呢這個已經是當務之急 大家都必須要趕快馬上去做的 所以這次在陳豪廟這邊邀請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口氣就趕快答應 就希望說我們是否能夠就盡一些 我們自己微博的力量 就是利用我們的一個遠向的議題 然後把這些永續的概念帶到遠向去 讓圓民的小孩也可以穿著 更加時尚的服裝來穿著 那這一次呢 我特別是以 祖靈的眼睛 菱形 就是泰雅族的一個祖靈的眼睛 做我的設計概念 融入我的設計其中 那我希望說能夠讓這些 泰雅的這種像是 象徵生命意義的一些想法 能夠在服裝的概念裡 所以呢我就使用了 寶特瓶的回收紗 進行我的素材上的設計 然後也用祖靈的眼睛 在我的圖騰裡面去做設計 這個城隍也我們翻為 City Guard 他就是一個長官 管理這個城市 所以他有權利 讓大家都平權 讓大家都peace 啊所以呢 我們這個 還有公平貿易的 我們也做到了 然後還有很多 比如說 月經平權啊 女生也來我這裡做活動 我就覺得說 夏海城隍廟要做的事非常的多 然後再講到說 你既然要做遠向 當然有一些 好的設計師 我們就跟他說 那我們未來如果 那個學生要的制服 是不是有可以借您的手 借您的想法 結果他本身也是屬於 我們講的說原住民 所以他的想法就像 祖靈的眼什麼那種去設計 所以我這個覺得就特別美 然後還有一件 比這些事情更大的 就是我們當年的產業 現在變成我們的眼淚 我們就覺得原來我們當年沒有去想好 這個寶特瓶會造成了多少的傷害 如果這個寶特瓶會造成海洋的污染 這寶特瓶有什麼不好 然後我們把不好的東西怎麼樣呢 不是全部都不能用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使用 那再使用就先把它變成寶特沙 這裡有一部車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撵了撵了以後 是現場讓大朋友小朋友覺得一個趣味性 其實就是讓他知道 開始認識我不要用多 我希望這個就是大家都需要知道的事情 然後我們為什麼擺在兒童心內容 我們想從兒童開始做 我希望跟著小朋友跟著年輕人 我們牽手一起向著最棒的台灣 聖誕台灣味活動將於12月24、25號 在兒童心樂園舉辦 現場還有原民文化體驗以及精彩演出 歡迎民眾一同感受原宇宙的魅力 記者臨席會議台北報導